另外 整個現在在大陸 大家知道民營的企業 就是共產黨多數都是所謂 什麼都是國家的 財產 資產也是國家的 生意也是國家的 但是自從鄧小平搞改革開放之後 民營企業佔的量相當大的 差不多可以說平均來說 所以民營的財產是不小的 你算上那些私人財產就很厲害了 現在民營企業和私產 整個大陸的私產被共產黨全部破壞了 破壞到一大不同 你只是看看那個樓市 中國人來說有七成的財產 是靠那一層樓的 那你拿樓市破壞了 就是說它沒有了財產 它財產賣不出去 當然那個跌價有個過程 現在閒地呢 今時今日全中國來講 就跌了一半 還有一些跌 有些會像日本的90年代 日本跌了多少呢 實在是日本跌了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就是三百萬的樓變成一百萬 跌了三分之二 我們最清楚現在日本很清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問題 它自己破壞自己 它破壞了 你破壞了那個樓市 有些人那些害怕 那些每個人的資產 那個樓的資產 我們香港人一樣 很重視的 但是這不只破壞 一個樓 你今天 一張樓 大動的經濟是不得了的 你看看你的家裡 你自己周圍看一看 每一方面 你看到的東西 就是一大行業 更簡單的 你看到油漆 你看到窗簾 你看到電視機 你看到家裡的東西 地毯 你看到燈飾 每一個行業都大到不得了 樓市都不可以停 全中國的東西差不多可以說超過一大半都停 樓市一塌塌塌 人家就沒錢買車了 全部帶著的 你覺得樓價錢穩定 或者價錢正在升 現在你對你省錢整個消費 你就覺得有信心 就是有座底的樓價越來越直接 但當樓價在那裡跌價 跌成這樣的話 你什麼消費都沒有了 還有樓價一跌 就造成很多債務 原本大家都供樓的 怎麽管你一跌 你就變成銀行說 咦 你的樓價跌了 那你那個不夠 你那個所謂負資產 你要補回那個跌了的那一塊 那個個個個個個個現在都在破碎 有些人炒了幾個樓的當然會散掉了 它不只是補回一頓樓的那個負資產 它可能要補回很多人 你知道啦 跟我們香港一樣的 很狼的嘛 一炒就炒成兩三四單位都有 甚至有十個單位都有 這樣變成怎樣 全部變成負資產 慘到不得了 今天都打工 打工現在失業問題 說著中國差不多有九億 九億人就職 大數 這次有兩億人 突然 那兩億人原本公開樓的嘛 美國的一個三億人都打工 或者兩億人都打工 上次都打工 美國的一個三億人都打工 那麽就可以了 他們現在很違誤 第一 大家可以把大家的權力都打工 希望他們把他們的權力都打工 想這些人經濟angers 他們等一會兒 所以它破壞了整個 所有的那些 大家看到了 它大陸現在的情況跟香港差不多 那些這樣的零售全部死光了 高級寫字樓全部死光了 那些住宅跌了 已經跌了差不多一半了 還要跌 跌到四分 跌到三分二左右 這個直接破壞了 出口那些其實不用說了 出口那些多數是私營企業 政府那些國營企業是禍出口的 只是做一些公共事業而已 這個對那個民營 對自己的國家 別說其他 只是對中國自己的國家的摧毀 已經是差不多起不回了 起不回了 現在一二三它以為很正 怎知道根本都沒有動過 四月 五月 還在向下面插 這個就非常之嚴重了 這個整個經濟 差不多起動不了 大家全世界都看到了 昨天高城已經說了 它那個地產在死 全世界最大的摩根大通銀行 他們在一起還說特別是天啊 其實今天有一個沒有人在內地產發生的 他們這次都沒有動過 他們是金錢的 把錢都買到了 crema 的時候 他會在人民銀行裏面 人民銀行 共產黨在那裡 給那些所謂有權的人 就可以換賭 可以換賭錢去投資 是不是有很多國家什麼 海航啊 那時候做地產那個叫做什麼 不是 做保險那個叫做什麼 儲了鄧小平那個曾孫女的那個叫做吳小輝 哇 那些錢出去收購這個收購那個 那這個外匯實際就被這幫人用了 用了出去 放在外面買樓啊 買投資這個大賬 有些虧得 虧得一頭 人民拿到什麼 那些人民幣來的 人民幣根本就換不到的 它給你一點點 逆一下就給你換一下 一多它就按住你的 所以那些是假錢 不是真錢 中國人民賺不到的真的錢 真的錢我們只是叫外匯 叫真的錢 人民幣叫假的錢 你現在去到外國 你去到歐洲賺的錢 全世界都可以用得的 但是在大陸賺的錢 只能在大陸用得的 要換出去就有很多東西說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這麼說的 中國的國內經濟被共產黨整個破壞了 已經沒得值了 過去那三四十年 積了不少錢的 實際賺了不少錢的 根本都破壞了 現在連那些你知道了 原本的感覺上 我們的樓下升值連那個感覺都沒有了 那變成了相當的 過接下來的 不是說十年了 差不多可以說跟日本相 接下來的三十年 不知道怎麼過 真是不知道怎麼過 那些失業的那些人 減到新的那些人 鄉下的那些人不知道怎麼過 跟著呢 看回我們那個政治上 是吧 人權上 我們香港人 西藏人 新疆 那些人 蔚義人 跟著呢 就蒙古人 很多少數民族那些 講不清的 他們沒有報告 我們都不是很清楚的 所有少數民族 包括法輪功 是吧 全部是被他們打壓的 打壓都是頭痛的 這個呢 就絕對是違反人權之外呢 那時候講了 幾個國家 尤其是指出那個新疆 新疆那邊搞了一些集中的東西 這個呢 絕對是 即是違反了國際法的 違反了人權法的 那這個又是 變了非常的反感 全世界 你不要小看法輪功的那個聲勢 他們 法輪功現在那個媒體相當成功 全世界相當成功 所以法輪功講的東西 拿中共在大陸的問題 真相全部暴露出來 那變成外國人看得真是嚇死了 那些大陸的那些對人民啊 對做的那些事情 犯法的那些東西 根本就是犯罪集團 那好像法輪功有媒體 不包括我現在也算是有一個媒體 是吧 被美國回報永報的 還有一個紅色的 和美國的一部的一部那些 ils說 現在把他們的一部的人 都把它 拿著那個去的那個 因為如果這部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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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就是 他們不可以 人民是反共的 反對中共的 你不可以選 沒可能會選一些領導 選一些政治家出來 是親共的 這個呢 它根本已經回不了 我剛才說這麼多東西 根本就說它回不了 它根本就回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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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威脅台灣的民意 說要打台灣 要攻佔台灣 這個是直接影響 現在個個都看著 個個都看著 看著它會做什麼 這個呢 全世界都看著 跟以前是什麼樣子 以前大家自己顧自己 但是現在呢 看到它做的事情 將來今天打台灣 明天打我怎麼辦 就像香港那樣 以前我香港搞了 現在下一個就等於台灣 再下一個怎麼知道誰 它是合勢 它覺得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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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的國家很對的 這個不是聯合國的精神 聯合國的精神 全部個個都平等的 個個會員國都是平等的 所以現在那個問題呢 中共那個政權 人負責賬給大家一點ioni 非常大 如果是全世界上市場的問題 對整些民意大部都想要上市場的問題 然後現在的問題是 我要買中國的 大陸的政權要改變 不然就不歡迎他回來國際社會 或者那個經濟那圈不給他入 這件事大陸現在你看到的 真是那些戰狼去到外國被人罵回頭 昨天也是他罵別人的韓國 別人的韓國立刻就罵回頭 以前就不是的 以前是避得過 避得過的人 就是免得影響了生意 現在不是 他罵誰 美國也是 回頭回頭 每個國家都不同的壓力 你看到整個風向在改變 我三年前開始那個時候都說 終於中共被人圍堵孤立 經濟去到一定的程度 比如那些晶片被人制裁 那個一直去到一定的程度 他們是要貴地求和的 那時候我們香港才會有希望 那時候我們現在組織好 比如組織好香港議會 將來就是有代表我們 和全世界的人拿回 起碼我們香港人要拿回香港的自治權 就不要讓他來搞 你看搞到一袋不圖 被他搞 你看現在香港的那幫香港政府的人 根本就是應聲狗來的 你看北京怎麼看 看他面識做事的 完全不顧香港人的利益 所以走 波明不是走那麼多人 香港的金融中心都玩完了 已經那些錢已經只有向外流 他還有共產黨在外面 全世界又說他要推廣人民幣 周圍要推廣人民幣 那很多人他去買東西給人民幣 去借給人家 借很多人民幣 比如我舉個例子 阿根廷 他借很多人民幣給阿根廷 阿根廷拿那些人民幣 反過來來香港就換了港幣 換了港幣就可以換美金了 所以誰都笑了 應該照顧阿根廷就來中國買回他的貨 誰知道人家是趁著等錢洗 阿根廷那邊通貨膨脹 講的是100%以上的 每年是這樣 價錢是雙倍 他一看見他有缺美金 他懶著這些人民幣 他來香港換 所以為什麼現在這次人民幣 跌得這麼厲害 跌到7.15 他給俄羅斯很多地方 他去億人家 就大家看到人民幣 香港海印的都有 在香港移動了 比如說 他們的 國防部 他們都會搞的 包括中共的 這些人民幣 就是香港的那些人民幣 就移動了 然後他們還要去救 共同那些人民幣 就是人民幣 是人民幣 是人民幣 所以我今天主要講的就是中共那個所謂那個 它真的去到 走到盡頭了 我看不到它走下去 它現在根本起動不了 你看到它那個4月和5月的經濟 出口有跌 那個GDP有跌 它GDP講大話的 你還要講我GDP是用美金來計的 全世界的GDP用美金來計的 你用人民幣轉美金 如果你的匯率高了 那你變成那個美金 變成你那個大陸的GDP在那裡跌 5%的千塊美金在那裡跌 我大概平均說 我說差不多4月和5月份 每個月在那裡跌 就是跟去年的4月和5月比較 跌了差不多20%左右 那些人在那裡跌倒 非常之嚴重 樓價那些大家都清楚了 跌倒一頭痛 現在香港就被它累死了 它在那裡胡亂搞人民幣呢 就那些人來香港換 拿香港的外匯儲備 我們有美金儲備的嘛 就說被它換走了 那些人換了拿了人民幣來香港換人 因為香港有這個所謂人民幣的離岸交易中心嘛 那換了之後呢 它接著就拿港幣就換美金就走了 那變成我們美金的儲備就給它做了 但是香港政府又不告訴我們 它去了多少 剩下多少 這個很大的問題 那有時候反映出來呢 就是用那個匯率反映出來的 如果太多人民幣佣來香港 那人民幣就下跌了 所以原本6點多 現在變成7點多 這個實際就是它在那裡找我們香港人 換走了我們那些美金的外匯